禁卫退下后 英锦拿起手边礼丹又看了一遍 后日便是英文西的生辰 弟弟虽不打算庆贺 但今年不同过往 新走动的世家定会借机来道喜 亲卷好友议会前来 什么都不准备显然不妥 更何况生辰这般重要的日子 于是男尤为重视 也想好好为英文西操办 最后与父母商议 也得了英文西的同意 一家人决定还是庆贺一番 宴会就设在了了居 后日到场的宾客都可参与 吃喝免费 更请了明觉来唱曲 于是男那边也另有安排 英锦这几日一边对付于家 一边又同于是男 一起安排弟弟生辰之事 十分繁忙 房门被扣响 英锦抬头便看见 立在门口冲他笑的英文西 兰儿来了 英锦放下礼丹 道 快进来 英文西道 阿姐 怎么还不歇着 很晚了 英锦看着自己的宝贝弟弟 道 兰儿呢 怎么也不睡 想到什么 她打趣道 可是失了某人的怀抱 睡不安稳 姐姐 英文西休难 耳间都红了 英锦道 还有两日就是大人了 怎么还羞 人家卫英都快做爹爹了 我们兰儿何时能让我抱到这儿啊 英文西小声道 你就打去我吧 英锦道 你和于怀相识多年 从前都是误会 而今两情相悦 该定下来了 英文西恩了一声 道 她说过的 英锦牵过她的手 道 她人很好 值得我们兰儿托付 在姐姐这里 你只管做自己喜欢之事 不必顾及其他 英家有爹娘在 有阿姐在 你永远就都是主人 不要想着嫁出去了 就是外人了 可记下了 嗯 英文西俯下身 趴在英锦腿上 道 这些时日你辛苦了 我什么都没帮你 英锦顺着她的发丝 道 那些就由姐姐来做 兰儿切勿挂念 英文西道 阿姐 你真的不想 找个人一起生活吗 英锦笑了下 道 我有爹娘 有你 要什么其他人 那不一样 英文西起身看她 说 姐姐这般好 配得上所有人 英锦在她鼻尖寡蹭一下 道 小东西 有了心上人就是不一样 都会说梯极话了 英文西笑了起来 一双明眸亮晶晶 真好啊 英锦也笑 说 我放在心头的小家伙 终于长大了 现清语道 何时才能节气 清晨 魏医师枕脉时 忽而皱了下眉 蓝忘机立即问道 可是有意 脉相比昨日稍乱 魏医师询问道 小公子昨夜可有反常 魏医师道 二公子 看来节气要提前了 先前两人聊过此事 如今魏无限有孕在身 胎儿在一天天增大 对你的信箱渴求 会越来越多 临时标记 孔之撑不了多久 小公子会越来越依赖于你 蓝忘机看向海睡着的人 轻声询问 是否会有危险 魏医师道 二公子宽心 这些时日每日查看 小公子体质很好 信箱基本恢复 另 他有灵兽护体 需要时灵兽可幻化成信箱 支撑主人身体 不会有事 魏医师能这般说 证明他很有把握 蓝忘机也安了心 汉手道 多谢魏叔 二公子客气 魏医师也站起身 道 他们父子平安 乃我云深义等大事 老朽定会 全力护他们无事 蓝忘机再次汗手 魏医师便退了出去 时辰上早 魏无羡仍在睡着 熟悉的环境 家之屋内都是前缘的信箱 这让他很安心地沉睡 一丝紧僻都无 蓝忘机在床边静坐片刻 起身走到书案前 坐下处理事务 昨日收到英家的请简 明日便是英文西十八岁生辰 英家此次同于诗男一同操办 蓝忘机知道 这不单单是庆祝英蓝成人 于诗男也会在明日宣布与其结合致喜 英文西的昆泽身份估计也瞒不住了 怕是又会轰动一时 昨日英警察人一同送来的除了请简便是这些信函 并非原稿 是腾抄下来的 记录云深大小官员这些年所行的一些密室 包括周家 其实周家已经处在悬崖边 稍稍推动一下便会坠落 周洪昌行事不计后果 仗着自己官职在身 这些年干了不少魅良心之事 蓝忘机往后翻看 孙家所记载的倒不是什么大不了之事 无非孙夫人的娘家借是发展 这也不能就说成是孙大人的过错 英警告之于他 这些信函被他差人放进了瑜伽 上晚已经看到应该在密谋些什么 只不过他所看见的是被英警改过的 并非全真 蓝忘机知道英警是想趁机收拾上晚 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 也能顺势推周家一把 至于孙家王家还是其他家 若真行的正 那便安然无事 倒霉者就跟着一道全收拾了 合上信 蓝忘机轻轻眨了下眼 要气疯了 也该气疯了 筹谋了近十年 他一定要在孩儿降生之前 给他父子一片净土 床那头传来很轻的低哼 蓝忘机立即走过去 俯下身查看 魏无羡皱着眉头 嗓子好似不舒服 喉结来回滚动着 还好吗 蓝忘机问 可是哪里不舒服 魏无羡轻语道 蓝湛我好渴 如此这般并非口喝 是身体极度渴求前缘的信箱所致 只是他不明白而已 刚刚魏医师还提醒他 节气要提前 没想到只一天时间而已 少年反应会如此之大 自己本身是至尊前缘 少年又是高阶昆泽 想必腹中胎儿也非同一般 三者叠加 因此才会置其这般 意念之配灵兽 正陪着毛茸茸睡觉的滑溜溜身子一台 随即叼着小东西跃出卧房 迅速在四周布下一层寒冰 屋外之人均是一阵 端着茶水过来的听兰 转身往回走去告知轰博 怕是小公子有意 轰博立即想到魏医师对他说的话 随即吩咐道 立刻去准备吃食后着 软烂一消化 再多备些热水 听兰点头 领命转身往厨房走 陆里也急急跑过来 道 书 怎么了 轰博一笑 道 不要紧 时刻准备着就行 悟慌 想了想他道 去告知魏医师与花小公子这边的情况 他们之该如何准备 爱陆里也不敢耽搁 转身往别院跑 屋内 今日过后 他这辈子都会带着蓝忘机的信箱 身心被打上烙印 灵魂与之相容 他们将彻底属于彼此 永生不会分开 魏无羡笑了一下 道 我是你的了 蓝忘机扯下妖风 单手退去外山看着他道 一直都是 忽而又想到那个血液 皎洁月色下 形单影之的孩童 而今变成自己的伴侣 怀着自己的骨肉 他们即将完成生命的启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